春天的春 春天的春 我们现在写的凯字 跟小传的字形 差得太远 这好奇怪 但是呢 春天的春 小传的字形 却比较好地保留了 春的造字的本来的字形 这也是不容易的 我们先看说文本身的讲法 叫春 推也 各种不能理解 从草从日 草春时生也 屯生 这个分析大概是对的 草和日 大概是他古人心目中 春天的一些标志 草长出来了 太阳好了 屯在这个春里边 恐怕只能是声音 当然了 按照说文之前的讲法 我们上讲过屯 对吧 这个屯是 讲这个草长什么的 很可能是反推的 不一定有关系 这个 推跟出 古人为了把它说圆了 就讲这个推有 这个出这类的意思 其实还是挺格的 我们看一看 这个春本身是怎么回事 一点点来 我们从早一点的开始看 最早的字型就是 上面一个草 下面一个草 中间一个太阳 是吧 右边这部分是屯 屯是它的声音 就是像这个 有太阳有草 旁边一个屯声 这个草呢 也可以变成木 大家发现没有啊 这个草跟木 在表示植物的时候 其实没有区别 就都一样 泛指植物 两个木跟三个木 也没有区别 两个木 三个木跟一个木 也没有区别 慢慢慢慢没有木了 屯声还在 这个没有日了 有屯 各种排队组合 变变变啊 各种 你看这种啊 没草的 是吧 最后稳定下来是哪一个 这还是没草的 没草的 稳定下来是这个 有日有草的这些 但是 到了秦 大家注意啊 到了秦之后 开始完全不懂了 从这个 一个草 两个草 一个屯 一个日 这个能够变成这样 能够变成这样 再能够变成这样 我可以讲这个 这个是匪夷所词 匪夷所词 但它就是这样变 所以就是从古文字 变成历书 变成历楷阶段的 这个时候 可见这个春字的 这个道字本意 几乎全部损失了 这个还不算吓人 我给你看个吓人的 现在我们写成这个样子 这个某些 很多字的上面是这个样子 它的来源非常复杂 各种乱变 各种不讲道理的抽象化 有些像这个 它上面是两个手 举着一个柱 这个以前我们讲过 这个充米的充啊 就是两个手 举着一个这个 柱子 下面在一个旧里面 捣米 是吧 这列字形 也变成这样了 凤 凤是两个手 捧着一个东西 捧着一个东西 为了表音 才捧着一个疯子 也变这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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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 本来来源非常复杂 那几个变这样 还有点像 是吧 这你说就 也变这样了 所以就是说 在古文字道 立凯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汉字的造字的本业 损失的非常非常严重 后来的这个损失 这个跟它比起来 是九牛一毛 我们看春在古书里的用力 回过头讲一句话 要是没有这个臀生啊 如果没有这个臀生 两颗草 一个太阳 它什么字 招啊 木啊 随便 对吧 这有草有在太阳里 这可以起很多字 所以还是跟大家讲 这个汉字 为什么变成 为什么我们祖先这样造 没有神秘 很神秘主义的东西啊 没有这个富裕很多东西 没有什么天人感应 就是约定俗成 约成这样就约这样了 约成那个就那个了 我们待会后面还会看到 这个招招木木啊 这些字啊 就会明白这个道理 就是约了 就商量好了 万一那个字 商量成那个了 我们几千年 可能就用另外一个字 我们看一下这个 春在古术里的用法 本意是春季 又泛指一年 因为一年只能有一春 是吧 这个很常 很常见 很好理解 这个没什么用 好 男女之情欲 哎 怎么头都抬起来了 刚才我看 好几个都睡着了 这个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啊 也有死君 有女怀春 即是幼稚 都知道怀春 怀的不是春天的春 怀的是这个晴朗 然后 更晚的 现在我们知道 有这个 常常看到广告的酒 叫玉湖春 有这个名字吗 建南春 反正就是这个春 可以做酒的名字 什么 是磁牌 不是酒 倒是有典故 唐人就有这种习惯 称酒为春 你看 玉湖买春 买春 什么 阴阳老春 还叫老春 你看这 挺有美感的词 给他弄的 就老春了 好吧 我们这些字的 这三个意思之间的关系 我想大家都能够理解 是吧 从春季到这个 发春 到这个 喝了酒之后 怎么样 大家都懂的 这个我们就不讲了 谢谢大家